其实我们开会通知单明明就是写红楼202 可是当天才手写到一个要换到201 而这一张手写没有任何的盖章 没有任何的签证 甚至我们都没有收到通知的情况下 会议就换到201举行了 这难道不是黑箱吗 为什么国民党的委员可以先签到 再把门打开 让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到现场 才知道说难道是不是已经优先 先让国民党的委员在会议还没召开之前 就已经知道要换到哪里 而且已经完成签到呢 这样的会议是有效的吗 最后我要抗议严正的抗议 韩国瑜院长议事不中立 为什么特别针对我 因为间断我要回应一下 因为还是听到一些委员断章取义 完全是曲解当天的会议的进行的内容 甚至是造谣的 我在这边简短的回应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当天什么时候主席宣布开会的呢 他们在201宣布开会的时候 我们在场 至少我们所有民进党的委员 都没有收到通知 因为他们就是偷偷摸摸 使用一个email 然后传到我们的公务信箱 五分钟之后 就在201宣布开会了 也就是说 我们人在现场的委员 根本就还没有打开这个email 请问五分钟后就宣告会议室开始 这难道不是心里有鬼吗 这就是他们偷偷摸摸正在进行的事情 然后刚刚有委员说到 如果我们又 我们这样子不是 是会上演这个半分钟的事情 我不知道国民党怎么好意思 讲十年前的半分钟 我相信张志伦委员在这里最清楚 他爸爸当年就是引发十年前半分钟事件 上演的元凶 没错啊 你讲的是半分钟 会不会太好笑啦 半分钟就是张志伦的父亲造成的 那所以 好 我们请大家安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 怎么等 等不到 等了六个小时还是等不到 就因为意识人员被带走 到底被谁带走了 给大家看一个画面哦 诶 没有拿在 李嘉 好 补充一下 这个 媒体都拍到了 当天意识人员摄影六小时在哪里 是不是在我们高晶焦维的办公室 然后六个小时之后 才被一起带出来 坐上同一台车 进到二零一的会议室 这难道不是瑕疵意识人 难道不是偷偷摸摸 为了要开闭门会议吗 甚至我们所有的委员 当时终于得知说 啊 原来是在二零一开会 五分钟后我们走到那里 甚至连部会都还没进去 结果他们把门关上 不让我们进去 结果开门的时候 他们已经部署好了 然后站在主席台上是谁 是国民党 你们说为了要怕瘫痪意识进行 所以你们 你们说要好好开会 结果当天霸占主席台的 竟然是国民党 把主席台完全站住了 这不就是国民党 你们在瘫痪意识吗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最后我讲一下啦 这个吴秉锐策案的事情 他早就已经策案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 到现在还要寄生人家 要吃人家豆腐 过去造成最大的 不合格率的 联署的就是国民党 就是造假大户 多少死人联署 多少假人联署 都是在国民党手上 结果他们现在好意思 透过这个法律 要来寄生别人的提案 为了要保护谢伯良 为了要保护这些委员 自己怕被罢免 就来提高这个罢免门槛 真的是非常的厚颜无耻 像这样 没收民主 没收大家人民的罢免权 请黄姐委员尊重一下 绝对不同意 绝对不同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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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民党的委员 请大家安静一下 你们也要让赵伟讲几句话吧 好不好 好吗 谢谢 刚刚都听到各政党的委员 尤其民进党的委员跟国民党委员 针对7月4号礼拜四 7月8号礼拜一的议程的部分 还有所做的行为 所做的发言 都已经听完了 现在身为一个排案的招位 有事实的说明 首先我第一次要讲 我首先我要讲的是 7月4号的星期四 其实星期四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的身体是非常还没有复原的 那么我一进来的时候呢 闹哄哄 我根本没有办法站上主席台 然后来理性地讨论 我所排的议案 那当时你们认为 就是徐宇珍委员的门槛的问题 你们不想谈 吴钊伟也在这里 然后呢我跟吴钊伟私下谈论了 我说这样子好不好 你们还是让我站去主席台 我们来主持议会 然后你们来讨论一下 对于徐宇珍委员的门槛问题 我不会处理 我也不讨论 但是非常的遗憾 这件事情并没有被民进党团 跟招委给接受 所以一直以来的一早的时间 除了我们内政委员会被瘫痪之外呢 还有三个委员会 其实也被瘫痪 我觉得感到非常的遗憾 身为一个22年在立法院里面的立法委员 我不乐于这件的事情发生 所以一直到下午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个开会的地方 那开会的地方要改变的时候呢 也比较遗憾 我们的议事人员就是没有办法出得了委员会 因此呢 我们那个会议 礼拜七月四号礼拜四的会议 也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 这是我要先说明的部分 接着下来到七月八号 七月八号的时候呢 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包括提案委员 吴秉瑞委员来告诉我 他不要排入议程 身为一个招委 既然已经合乎程序的规则 排入到委员会里面 民进党委员在礼拜四的时候霸占土袭台 是因为许宇珍委员门槛的问题 那么我就在礼拜一不排许宇珍委员 这也得到许宇珍本人跟我说明了 但是呢 在我排下礼拜一的议程的同时 我并没有接到吴秉瑞委员跟我打电话 或者是民进党团的三长给我打电话 正式的说要撤案 这样子的一个被告知没有 所以因此礼拜一 当然我们依然就按照我发出的公文 我们开会的通知要讨论的部分 那么回到七月八号礼拜一 大家都可以看到 五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军事宇珍委员 他用非常不正式的方法来开门 那么这个不正式的方法开门呢 还有我们也看到了宗嘉宾委员 他也企图要破坏我们的窗户 那么这些事情当招委都知道的时候 我当然非常地担心我们的意识 能不能顺利地进行 而且我们也透过了画面上看到 我们的主席台又被占据了 而身为一个排案委员的招委 我当然要想尽办法让我们的会议 能够继续顺利地进行 因此我打电话给我们的议事人员 希望他们能够到我办公室来讨论 在合乎议事规范的底下 我们如何顺利地能够进行 我们礼拜一的议事的程序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考虑到我们要换办公室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手上的这一份公文 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 内政委员会的委员也清楚知道 我们要更改办公室的同时 我们也请议事人员回去 用我们的电子系统发文给每一个委员 甚至于我们的公报以及资讯处 那么在所有的公报还有委员 都已经看到这样子的电子公文之后 当然在委员会里面的公报系统打开 电视系统也打开 然后资讯处也已经打开 已经完成了公开透明的程序规则 那因此我也要求国民党 你们必须要打开门 不能够我们自己在里面开会 当然按照我们的议事程序 只要内政委员会的五个人 其实就可以开会 但是招委并没有那么做 招委希望其他党团的委员也进来 因此当我们都合乎了所有的开会的议程之后 我也请国民党团一定要把门打开来 那么在打开来的同时呢 我们也让大家签名 因此就会看到我们的媒体朋友 一涌而尽 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在里面又有冲撞 但是在冲撞的同时 身为招委的我 我也必须保护我们议事人员的人身安全 所以最后在许宇甄委员的提议之下 我们就不再进行讨论 我接受了许宇甄委员的要求 也希望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讨论 我们就休息 好不好 所以呢我想 对不起哦 招委还在发言 我真的希望那个黄洁委员 你是新的委员 希望你进入到立法院里面 第一能够尊重一下立法院长期的规矩 第二呢也希望你不要插嘴好吗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讨论 待会招委走下招委台的时候 我再跟吴招委我们讨论一下 可以吗 好谢谢你 以上就是招委针对7月4号跟7月8号 所有的过程 没有任何一个情绪性的发言 也没有任何造谣 完全是根据事实在说明 以上招委的说明结束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我来跟吴招委我们讨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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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